最近肖敬腾突然登上热搜 令人没有想到的是 以前的肖敬腾上热搜 不是因为其精彩的音乐作品 就是因为其走哪哪下雨的雨神身份 而这一次却不太一样 肖敬腾是因为一声妈咪 引发了很多人的疯狂模仿和热议 估计也是因为这视频实在太反常规了 引发了不少网友的疯狂模仿 令人没有想到的是 网友们的模仿比肖敬腾还要夸张 还要离谱 让不少网友都叫吐了 像泰晨岚抱着切韭菜心理 开辟了自己的直播之路 在他看来 普通人游手好闲 学习其他主播们的做法 可能很容易就能赚钱 像泰连装都不想装 但谁也想象不到 只用了三天就完全颠覆了 卖货的时候 助理给他吃了一大碗饭 他一脸讨厌的赶紧挥手说 别吃 我刚吃过 直播买花椒时 助手拿着产品试吃 他也慌忙躲开 建议主播不要吃 小心腹血 卖大部分老百姓产品的时候 都是跟泰晨岚开玩笑 简直就像在开玩笑一样 一点认真但商品的心情都没有 好像是在诬陷粉丝们 肖敬腾明明是帮妈咪向泰 直播打光了视频 没想到 最后竟然意外被网友玩出了花儿 估计肖敬腾自己也万万没想到吧 不过 黑红也是红 肖敬腾这下不用让妈咪教了 自己是真的成功出圈了 视频中的肖敬腾 用模糊的眼神和语气 对向泰说 妈咪 请问你可以不可以教我玩抖音呢 光看这一句似乎没什么问题 但看到视频中的肖色表情和语气 谁都会起鸡皮疙瘩 这不是和自己的妈妈说话 这完全是和自己的恋人杂娇 处处流露出诱惑和暧昧 很恶心 使用模糊图片修复软件 你我当年APP 修复了它在网络上的模糊图片 你觉得怎么样呢